泰勒斯风潮现在烧进校园里头了 因为我们看到比利时的格德大学呢 就宣布他们要开一堂呢 泰勒斯文学的课程 开课的是一名助理教授麦考斯兰 他本身就是泰勒斯的粉丝 他说要透过泰勒斯的歌词呢 来探讨从14世纪到当代文学著作 并且呢看看歌词里头的文学女权主义 生态批评支持的研究 还有反英雄等修辞 今年秋天就要开课了 开放给所有的学生一块来修 那么呢当学期结束之后 要求学生要交一份反思报告 还有一篇四千字的论文 那么我们看到这名开课的老师呢 麦考斯兰他就说 当他在听泰勒斯的歌的时候 他非常讶异 因为他发现他创作歌曲 跟他自己本身研究的英美文学 常常有很多雷同地方 发现泰勒斯都从文学著作当中去寻找灵感 比如说像是什么呢 歌词我们掉进兔子弄 很明显就是呢 从爱丽丝梦游仙境呢 里头找到了灵感 另外还有呢 这The Great World里头就有提到说了 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比喻心碎 这种利用历史痛苦跟战争呢 来暗喻爱跟诗趣的手法 他发现就跟诗人呢 西维亚普拉斯是相同的 因为普拉斯也曾经呢 在他的诗当中呢 借由纳粹屠杀来呢 表达讨论他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那么跟他大学这一堂泰勒斯文学课呢 是欧洲首创 可是在美国更多大学 其实早就在研究 史丹普大学曾经两度开课 来研究泰勒斯的歌曲创作 另外还有包括了纽约大学 亚利桑那州大学 伯克兰音乐学院 以及莱斯大学呢 他们之前都已经开过课程 非常的收到欢迎 以上事情提供给您 也请去锁定华视新闻 哈喽 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